因為你之前問的都是昆州 所以我感覺你對布里斯本跟黃金康 比較有感覺 目前 不然台灣人都去哪裡 其實台灣人去昆州是比較多 但是去雪梨跟末尾本的也有 雪梨跟末尾本的也有 雪梨跟末尾本的也有 然後聽說那邊大陸人也很多 不是很喜歡 末尾本大陸人比較多 不過當然 其實大陸人每個地方都多 但是相較之下 昆州的台灣人比較多 是啊 大陸人都滿麻煩 然後又 你說的那個 你那邊生活什麼 那邊買房子 水分就五六百萬就瘋了 如果輸了就六百萬 昆州比較便宜 昆州比較便宜 對啊 我看昆州之前你們的那個 當然那之前的行情 那之前的視頻我先看看 看到兩年前都有 但是那個 看下來至少 大約兩百還能買到不錯的 現在昆州兩百還可以買到不錯的 土地平也是很多 對後面你看看 那個那個水分 那個水分那根本本的 那根本是人住的地方 那根本是人住的地方 要給水分也不會把水分都壓下去 然後正常我們所遇到的GTI 大部分爸爸你會在布里斯本那邊藏住嗎 應該不會吧 還是會啦 我是覺得說因為他們還小 我小朋友不一樣 我小朋友比較小 我一個五歲一個七歲一個九歲 太小了 而且有三個我不太可能就 說讓我自己顧了 OK 我會問到這個問題就是 我先姑且不論你們會買多少套房產 但是我都先抓就第一套 就自住的房產 那這個第一套這個房產 我們都會建議買在 會常住在澳洲的那個人的名下 我就買我太太 我家的房子都買太太的 因為他這樣會類似我們台灣一樣 符合自用住宅 這樣子他在持有期間 他的土地稅是零 他不是有限額嗎 比如說超過多少錢就不是零 如果就 一般自住房 不是主要的自住房的話 一般自住房免稅額是60萬 土地 土地因稅價值是60萬 但是如果你是自用住宅的話 你不用去管這些 橫樹你只要是自用住宅 你的土地稅就是零 那未來的增值稅也是零 你只要把握這些 那我之前看的時候 我都誤會了 我會問到起真正點 比如說 你自住 就是說 我是有錢人 我在雪梨墨本 布里斯本 我都有自住房 我就是不想租人 我要自己住 可不可以 可以哦 但是只有一個房子 只有一套 你可以在稅務上 聲明這個是你的主要自住房 那這個主要自住房 它的增值稅跟土地稅就是零 這樣懂意思了嗎 我 我 布里斯本 你只要是自住就零 也不是說只要是自住 你只有一套自住房 可以當作在稅務上申報的時候 它是最大的優惠 其他的自住房 你還是得依照像你講的說 我只要算有一套 我只要算有一套 也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有很多自住房 但是我只有一套自住房 可以享用這種增值稅跟土地稅 是零的這個優惠 那你覺得 台灣人到底 像我的狀況到底是 合適那個 換軍臺灣還是合適那個 看你的生活型態 黃金海岸我們所成交的 我一樣以GTI好了 他們大部分都買豪宅 你說那種 又買八百老百 那很硬硬的 如果你是為了 因為你的小朋友都還這麼小 而且還三個 我認為你可能要往布里斯本 會比較適合你 因為那邊的好學校比較多 就數量比較多 不是說黃金海岸的學校不好 是因為黃金海岸的好學校 就是五根手指頭除不出來 可是在布里斯本 你可能十隻手指頭有 那你的選擇性就會多 而且澳洲的學校是這樣 就是好的私校 它是男女分校的 所以你要 學校方面你要做一點功課 看看你這個小朋友 這個女生是適合教會學校 還是適合比較活潑開朗的學校 不一定的 學校其實這個功夫比房子更多 我想說先如果到時候 學校肯定是要先評估完 然後過去實地看過 然後再決定房產要買在哪裡 應該要這樣 可以 正常的一個完整的run down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在資料夾裡面 我有先傳給你昆州 比如說百大 就是前100最好的學校 那很多的家長 就是自己 不管是問留學顧問 或者是問Yvonne 看他老婆Yvonne 就是你昆州要念什麼學校 你可以先有個概念 私校 然後或者是男女混校 公校公校應該是不太會 正常都會念私校 私校 大概多少錢 昆州比較便宜 我認為2萬3萬都有 但是莫歐本跟學梨 我至少要抓4萬 這是學費 就是基本的 其他都還先不算 交給學校的 對 這是中 如果是 三個就超過10萬 你就辛苦一點吧 登場棒 現在這邊 讀學校一年差不多70萬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你在台灣花的私校的錢 跟著澳洲其實是差不多錢 差不多 其實不一樣 在這邊讀的那個美國學校 其實他覺得沒有很正正 所以 所以 其實很賣 是啊 所以 你其實要花這個錢 那不如直接去澳洲念 還比較划算 我認為還比較划算 台灣的私校其實 快樂已經沒有到那邊 而且又很貴 我上次看到那個法規什麼 你不是說拿到PR就 可以直接買 你還要什麼居住200天 不然就把你打外賣 每一個州不一樣 那如果就坤州而言 他其實很 很 他的法律定得很模糊 因為他很怕你只是有身分 然後買了之後買了之後 你就不住你就走 那我買了之後 我買了之後 但是住 他要 與其說住 他更需要的是你 變成稅務居民 對 那所以 所以聽起來 應該就是買老婆的名字 會不假 因為他肯定會常住 而且他一定會變成稅務居民 你都還有可能來來去去 因為你要工作 反正我買太多的名字 我沒差 只是我不想要那200天 我覺得是應該說 GTI好了以後 我們先把房子買好 學校比較從容 學校弄好了 房子沒找落 他要租 房子搞到很無焰漲氣的 一定先 學校選好 然後房子買下去 所以這個都是綜合考慮 就是你主義的 比如說一二三 這三個學校 那我也就開始慢慢的 往這三個學校附近 一些物件讓你看去感覺 然後等到你有空的時候 比如說你們 我們是固定寒暑假都會有看房團 然後寒暑的時候 你要過去看學校 然後順便看房子 我們現在都是假 暑假的話 七月份是 一整個月都是看房團 我也都會在 布里斯本跟黃金海岸 那有了這樣綜合考量之後 你一起做決定會比較順一點 嗯 那還有 照理這麼說 弱 有機會說 不用等到200天才幫你 免掉那個 那些付加費 那些 是的 而且聽起來 他因為小朋友在那邊 他一定也會 在那邊的機會很多 我認為他可以很輕鬆的 突破這種天數限制 因為澳洲 比如說像昆州 昆州他是希望 你是真的會常住在這邊 而不是 因為在台灣也有很多人 他有PR身份 可是他買了房子之後 他就不住了 他就騙政府說 因為我們在 簽合同的時候 這個合同就要定義 你這個是自住房 還是投資房 那很多人選了自住房之後 可是實際上 他根本就不去過去住 那 昆州政府 他還是會把你認定 這是你的投資房 會找投資房的稅去收 了解 所以如果 我們都很正常 我是真的 三個小朋友在那邊 我真的就是要照顧他們 就是會住 這是我自住房 那這樣就沒問題 所以在買的當下 他不會給你收那些什麼 那幾百多稅 就目前也買的當下會 我們有一些GTI是這樣 因為他可能PR還沒拿到 對不對 比如像你 你PR還沒拿到 拿到再買 對 你拿到再買當然沒這個問題 但是已經 已經有很多人他現在就買了 因為他不想等 OK 那他現在這個情況他買了之後 他就要付FRP FRP FRP FRP又是錢 然後那個 你又還有 你外買家的那些 社會又是錢 OK 所以 OK 所以 我們現在有幾個人 大概 八九個吧 他現在怎麼做 他預期 他可能一年後 他認為房價繼續漲下去 他也選不到更好 那目前他已經看到好的東西了 那他先買 然後先付FRP 那 但是這 就問開發商 開發商如果同意的話 開發商同意 在你拿到PR之後 我們再來從前一次喝 但是這個機會很小 不多 但是已經有幾個 有八九個已經這麼做了 那他就可以省海外融化稅 不過前提就是開發商要同意 那如果不同意的話 你也真的要買 那你就是當下你只能先付 這些FRP和海外融化稅 就這樣子 不然就是等到一年後 拿到PR了 我們再來買 對啊 我應該覺得 變通方式 我們還是有 我是覺得 賞也不可以一直去 反正 等 等 今天拿下來 以後再來買 其實 可以啊 這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啊 然後 還有就是說 那這樣 我很大的機會避免 讓他要捨起來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你跟你老婆都會拿到PR 那萬一 買你的名字 但是 對 但是萬一啦 我在想萬一 如果買你的名字 然後 雖然你有PR 可是你沒有被昆州政府 認定是稅務局 因為你在昆州 你可能沒有待那麼長的時間 那你就會有 如果買在你的名下 這個房子就會 很有可能會有 土地稅的附加稅 所以 要避免這種情況 單純就是買你老婆的名字 就好 持有期間的這種 土地稅 附加稅 你都不用去想這些 因為你已經把最好的 這種自用住宅 這個優勢給用上去了 買你老婆的名字 他就住在那邊 他連土地稅 跟土地稅附加稅 都不用講 可是買你的名字的話 很有可能 你一不小心 就會被認定非稅務局 你可能就會被收這兩個 這兩個稅很多 我之前聽他講 好像是每年你住超過200天 200天就會變稅務居民 這只是一個基本要求 基本 但是實際上還不是這樣 會被認定為稅務居民 最主要就是看 你有沒有真實的 在這邊的居住事實 或者是說 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是不是以這邊為主 我的意思是 我想要躲那個稅 到時候 我變稅務居民 我台灣的收入全部交給澳洲 然後台灣要交兩份 怎麼受得了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 男生在賺錢 所以男生比較不會想 被澳洲認定為稅務居民 所以大部分都賺錢 稅能躲就躲 因為那個很公平 一樣一份錢 台灣找你 澳洲找你 那你還剩什麼 屁都沒剩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 都是買老婆名下 因為老婆理應收入沒你高 那他應該都是全心照顧小孩 所以大部分在澳洲的房子 都是買在小朋友 或者是太太名下 我們所遇到的情況 我們台灣的房子 要收入幹嘛 我們遇到的男生 比較不想要在澳洲 變成稅務居民被渴水 對啊 反正我就要躲那個 所以你擔心的土地稅 或土地附加稅 你都不用去想這些 因為你只要買你老婆名字就好 買你的老婆名字 反而就是要小心 放心 我名下沒有任何房子 真聰明 你真是好老公 我全部都沒在我老婆 OK 你這個公公的 本來他就比我活得比較久 我大他九歲 一定是我先掛 買他名下 可能過貨戶 甚至有的積極一點 因為你小朋友還很小 其實有的甚至 就是小朋友大一點 因為澳洲沒有 正宇稅遺產稅這個問題 像有的小朋友已經比較大 滿18歲的 直接就是買小朋友名字了 你連什麼遺產稅 正宇稅都不用去想這些 不行啊 我們家男女平等 三更隔 你要正宇稅 你要買三間 我封了 拿多錢買三間 不用 對啊 我只是讓你知道 就是他們 越了解澳洲的一些稅務規劃 他們有的小朋友比較大 他直接就是買小朋友名字 嗯 那我覺得 他們自己 讀完大學自己賺 自己賺 不要什麼都要 這樣太累了 我們太累了 那要送房子 沒那麼尷尬 沒那麼尷尬 然後我再問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看前面的視頻 有那種 house 連排別墅 對不對 然後又有公寓 公寓跟連連排 我是不考慮 沒感覺 嗯 連排的就是 像我們臺灣人 連排後天的意思 對 對 大家連在一起 而且我不喜歡 跟人家鄰居 樓上樓下 左右 連連在一起 麻煩 house 我看你們講 又有 就是 土地跟房屋 套餐 有沒有 但是土地跟房屋 這樣有什麼好處 稅比較低 還是怎麼樣 ok 如果 他各有優勢 如果是一本合同 就是他已經都套餐套好 你都不用去想這些 這個是他的優勢 你不用去想 因為他都幫你 sell out好 你也沒辦法改 因為他已經變成一個套餐了 那 如果 如果直接這樣買一本合同的話 他的印花稅 就是整個價格下去算 嗯 那土地稅怎麼切過來 你一大包嗎 他就是一大包 比如說一百萬的東西 比如說一百萬的土地別墅 他如果是一個整個package套餐 他的印花稅就是用一百萬下去算 嗯 那如果是兩本合同的話 他就會算出 土地價格多少 建築價格多少 你只要算土地的價格去算 印花稅就好 那我一樣先用最簡單的數學 如果是兩本合同的話 一樣是一百萬 我先抓他土地五十萬 建築五十萬 所以你的印花稅 就會是用五十萬去算 跟那個整個package 一百萬下去算 印花稅的 就不一樣就差一半了 可是是不是說比較好的區 都是那種包包的比較少 那種土地加房子 是不是新的區才有土地加房子 你這個問題我乍聽 我會直接回答說 剛好相反 比較好的區正常都是分開的 哦 就是土地一個建築一個 比較新開發的區 還沒那麼醜 反而是一整個這樣 其實都有 我不能這樣子說是 但是現在大部分的情況 我認為我自己看到比較好的區 我喜歡的區 他大部分都是兩本合同 這樣很好啊 我覺得兩本合同有多 對 然後 土地稅 我又 印花稅就用土地的價格去算 然後你只要想這個建築要怎麼搞就好 你通常是比如說這種方案的話是 土地找土地開發商買 然後 另外我們要去挑建商 再來搭配 還是說 他那個開發土地的人會跟你說 我現在上面是跟誰誰誰配的 你找他 這樣子 對 大部分是你剛剛所說的第二個情況 這個土地在 不管他是開發商或者是屋主 或者是地主 他在賣的時候 實際上已經有建築商來找他 然後我幫你搭配好了 我們就這麼蓋 我們一起來賣 都可以都有 有的也有地主不想麻煩 我只賣地而已 剩下我不管 這個情況都有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有找我們配合的 建築商就是MATRICAL 我們大部分遇到的土地 然後我們都會 第一優先 我們都請MATRICAL幫我們搭配看看 看他有什麼樣板 是適合這個房子的 就這樣搭上去就好 所以你說你要自己找也可以 那你怕麻煩 我們幫你介紹 不要不要也可以 不是那麼會期啊 就是說如果他有搭配好 那還剩4點 是不是 還有我想說 那邊Normal的規格 因為我看你介紹一下 好像土地大概300多多米 然後蓋出來的房子 也是只有300多米 也不是這樣 現在土地他們基本上都400左右 目前400左右是昆州的一個 比較常見分割出來的土地大小 400左右就比較強規格 低於400 就是你能買大就買大 低於400我都不建議了 為什麼 因為昆州在今年有一個新的條文 我們也是幫客人蓋房子 才發現了這個情況 就今年農曆年過後 他現在規定 現在不管你土地大小多少 因為以前比較大吧 所以這個規定沒有感覺 可是現在土地越割越小了 那小道現在基本上400是一個基礎單位 他現在的規定是 我們獨棟房子是不是有前庭後院 對不對 對 前面你要退縮4米 前庭就是你至少要退4 後院 跟台灣贏房子 至少要退6米 那前面退4米 後面退6米 然後左右退1米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土地買太小 比如說300多 你越退越小 你的建築就越蓋越小了 因為把你的規定 你所謂的退4米的4米有沒有 沒有 從路邊算到你的房子 還是從路邊算到你的前潛艇 路邊算到你的前潛艇 就是這塊 那個4米是什麼狀況 空的 我都沒有 可是你大部分 不是說空的 是說不能有建築物體 不能有建築物體 哦 那也就是說 那4米我可以當產潛艇吧 對不對 你的前潛艇吧 是的 哦 我懂我懂我懂 我以為說 空了4米不能空 然後再算你的前潛艇 吃來吃去都沒有東西蓋 不能有建築物體而已 哦 那很正常 我看 你推薦的房子 你看你推薦的房子 前庭後院都會空好多 是嗎 基本上都有 因為我們就但是看客人預算 有些客人真的就是買到比較小 可是有提醒他這件事 但是他真的預算就是只能買這樣 那就是這樣 你就會發現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在建築的時候在設計 就很難完全符合到他的希望 比如說現在有的很多 我都希望我大一點的話 我每天都可以變成套房 比如說我四房四位 對不對 那你的那個 比如說 因為我看他那個 你說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建築還是什麼 叫什麼 Magricone Magricone 他們的 他們應該都是 那種 A餐 B餐 C餐 然後整個樣子 那個好幾百個餐 其實是好幾百個餐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看到土力圖子 他大概就知道是可以拿幾個可以搭的上 OK 反正他都是磨擦的 看到你的土力就知道 哪一個哪一個進去 他們其實看到就知道 大部分一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ABC 他大部分是兩個三個方案給你選 因為他一看就大概知道可以怎麼蓋 那我問你 如果 如果 如果幸運的話 可以找到四百以上的地 比如說我擺好 三百五對我來說太小 那三百五到四百五 我先他的規劃我都先不管 但是我乍聽 我認為一定有這樣的水位 有這樣的水準 因為三百五我看你很多介紹 大概就是 反正台北一百左右 那個他們家如果是三口人四口人 那差不多 我們講口人 對 但是像你買到五百瓶 我認為你要隔個四房五房 五房五位 我認為都還可以 我認為都還可以 因為你要想 他不是完全就密封 你要想像你還有前庭後院 然後這種建築規劃設計 把它變成很通透的 不會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小 不會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小 那這樣兩百萬搞得定嗎 基本上可以 兩百萬是搞得定的 就是土地加房子加那一大集大集的 睡金什麼時候去幾八週的 但是你說有沒有要 就是選到最後一生 結果又突破兩百多萬 十個又九個是這樣 因為你只要牽涉到自己住 原本預算 比如說我預算一百八 結果後來選一選弄一弄 我幾乎每個都破兩百 每個都破兩百多萬 那些裝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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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現在最常見的就是 原本可能四房三位 弄到最後變四房五位 都有可能 因為到最後每個房間都套房 大家很開心 但是一般都可能四房三位 三間五位這樣 可是有時候弄到最後 就變四房五位這樣子 看個人 依照你現在的想法 比如說四百到五百平方米的土地 然後蓋個好 也是四百平方米的建築 然後前林後院 兩百萬是可以的 目前是可以的 是有的 是有這種東西 但是不會到很扭的地方 不會啦 鳥的地方我們 鳥的地方就不需要這個價格 一百五以內 一百到一百五都有 一百萬以內的地方也有 但是 對我來說 我原本是住桃園 我後來搬到林口 嗯 我原本以為林口很鳥 可是快去林口很鳥 可是快去林口很鳥 欸 其實開車十分鐘能到的地方 其實都有需要的地方 那就還好 那如果說澳洲大一點 那我可以接受說 只要開車十幾分鐘能到的地方 那都算OK 那都還OK 如果要開牌小小 才能到超市學校 那也太鳥 沒有 實際有這麼多 其實會這麼遠 其實我們也很少成交這些地塊 就是 不是要開牌小小 才有東西的地方 這樣子 沒有 這種東西很多 但是 我們可能成交也都不會去選這些東西 大家可能都華人 都台灣人 那你生活習慣便利 已經習慣了 那你在選房子的時候 你也不會去選這種太遠的區域 你看了你就不會選 所以即便我們有提供這種東西 但是 也不會成交 客人還是會 人瘦度應該差不多 你車車幾分鐘 有雙場場 有車站 人瘦度就是這樣 半小時 這個人就太遠了 所以像這樣 像目前的這種 成交行情 其實一百萬到兩百萬之間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 只是看你選到 你做的客戶 是都現金去處理還是在那邊貸款 基本上都現金 其實我已經 好幾年沒遇到貸款了 對啊 一定要現金 你那邊被貸款搶劫 真的是搶劫 台海兩百萬 你們那邊六百萬 開玩笑 所以 所以 比較到最後 很多人還是算了 冷痛 不知道自己台灣 想辦法貸款 不跟澳洲申請 我在台灣 如果牙錢出來拿去那邊貸 我都划算了 是啊 划算了 而且好像又生息了對不對 所以我心又生息 是啊 Loco也瘋了 其實連Loco買家我也很久沒遇到貸款 連Loco買家我也很久沒遇到貸款 澳洲 可是 我有 上廣網 臉書有參加一個什麼 澳洲防地產的一個粉絲團有沒有 我發現裡面很多人在貸款 我想要發覺是怎樣 台灣兩百 你跑去那邊貸的6% 還是病病 還是有人貸 有人貸 有人貸嗎 至少我沒遇過 就是有人問 我都會提供貸款 那個BOC的資料 給他們去比較 可是到最後 回饋給我的消息 都沒有貸 因為太高了 問歸問 我覺得那個都問歸問 但是你說真的要貸 真的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換換換換 擋機 Lag